这个制定函数不是必要的 但是将来如果你有部分程式是重复性很高的 那你就可以想 你就可以试着把它改写成所谓的制定函 那里面的话大概原始的是长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要把它改写成 就是引数跟回传值主要是这两个 那第一种是没有引数也没有回传值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程式部分 第一个原来是长这样子 就是我今天假如要把什么呢 把那个华氏温度 就是摄氏温度转华氏温度的话 那我这边假设写了一个程式 第一个的话我可以让它输入 那输入的话就输入个摄氏温度 比如37度 37度Enter之后的话 那华氏温度应该是几度 那首先特别注意 当然我有可能是37.5好了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我今天输入之后的话 那它一定是一个自串 输入完之后呢 丢过来我要转换 这边有一个公式 就是它摄氏温度乘上1.8加32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自串没有转型的话 那可能会产生错误 那当然我们前面是用INT 不过这个地方如果说 假如说你这边用INT转型的话 那这边有点5会怎么样 就会被删掉 变37所以不对 所以这边记得用float转型 那转完之后的话 Enter它会帮我把华氏温度输出 并且呢我这边用格式化还记得吧 person 然后呢点EF指的是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几度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F的值呢把它输出 所以Enter过之后的话 假设有小数点的话 它会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做输出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完全没有用那个制定函数的方式 做执行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让程式更简洁的话 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什么 改写成就是把那个上面呢 多增加一个定义成一个什么DF 其实主要就是怎么样 定义成一个制定函数DF 然后呢给一个名称 比如说C to F的一个名称 那小瓜湖啦 不过小瓜湖引数如果空下来就没有引数的意思 那冒号 那我就把刚刚的程式放在中间 那主程式放在这里 意思就是说 当我执行它的时候 它会怎么样 它会再去执行这个制定函数 然后再去帮我执行过一遍 而且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增加一个制定函数的话 请记得哦 一定要放在上面 两边不能颠倒 OK 特别注意哦 那这有点像什么 在VBA里面 你定义一个SARP 然后你要去呼叫这个SARP 一样的道理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原来东西 其实如果你可以把这边 假设定义一个DF 定义一个C to F OK 那小瓜糊是引数 如果空下来的话 就是没有引数 所以这个时候我已经定义 Ion Tab 这样的话就定义出一个什么 一个那个制定函数 但是你要能够执行嘛 所以能够执行的话 你就把这个制定函数 放在这里 OK 然后并且加一个小瓜糊给它 那当然执行的话呢 一定是从这边开始 再去执行上面的 所以执行结果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一样 其实它也会因为执行它 再去执行上面的东西 这第一个 就是完全没有引数 也没有回传值 OK 那第二个的话就说 如果我今天 那这样执行 好像感觉比较空一点 所以我今天希望 可以传一个 传什么 传一个引数给它 可是这个引数的话呢 我可以怎么样 假设这边 我从这边来看 主程式对不对 如果他传一些东西给它的话 那我接下来 可以怎么样 把Input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里 这边直接搬过来 就是 上面的部分的话 如果我今天一样输入 在主程式这边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Input C 直接丢给 丢给 丢给这一支 丢给这个副程式 应该是 制定函数 然后呢 它接 它一定要有一个地方可以接 所以你丢一个东西给它 它这个刮符里面 一定要有个东西 就是它的引数 一定要可以去接 接完之后呢 才能够到这边 去做引数 所以一样 我名称一样叫Input C Input C 假如说我今天去接它 那名称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 这边跑掉了 这个再把它复制到前面去 那我就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先丢给它 它再去传递给上面的去做运算 运算完之后呢 Printer也直接在这边做Printer 这个叫有引数 我可以用引数的方式丢给它 它可以怎么样 帮我直接从这边去做执行 那如果执行的结果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应该是一样的 OK 就是结果 也会是 输入的那个温度 不过差别只是说 我把那个 直先丢过去 它帮我在这边Printer 那最后一种的话就Return Return的话就是说 我今天呢 丢一个东西给它 那Printer的话 如果我不要在这边Printer 我可以把这个什么 Printer的结果 直接写到哪里呢 写到这里 但如果Printer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计算完的结果 用一个Return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返还 有引数 也有回传的话 那回传的关键字就是Return 我可以把这个结果Return Return F 那特别说Return F回来之后的话 那我可以直接把这个Return的结果 直接就写到这里 就是 把刚刚的F 直接就是在这边做Printer 然后把C to F input一个给它之后的话 它帮我计算完的结果 就把这个F的结果 直接丢到这边来 那我就直接在这边Printer出去 那这部分的话我想都会 稍微试一下 主要就是说了解 那个函数的 引数的传递跟返还值的方式 总共会有三种不一样的这个传递的这个作用 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利用那个就是摄氏转华氏的这个范密 稍微练习一下这个部分 那总共会有三种这个引数 就是第一种是如果完全没有引数也没有回传值 那这等于是把它直接呼叫而已 第二种是有引数 我可以把输入的东西传给那个自定函数 在那边Printer 或者最后一种是什么呢 我直接就是不要在那个自定函数里面Printer 我一样交给他 他只是Return一个结果给我 就是说华氏温度几度 那我在主程式的地方做Printer结果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那当然这个自定函数的使用 主要是让那个程式更简洁了 不过后面如果我们还有类似的这个程式的话 我们再试着把那个程式做简化